歡迎大家回來我Tom Lee的教室 今天我會跟大家講關於數學 我會有一個數學的新系列 我會將這個系列分開很多不同的數學科 包括有Calculus 包括有Algebra 即是代數 Calculus 也就是微積分 無論是Calculus 或代數 我會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廣東話的版本 另一個是英文版本 Calculus for Beginners 即是第一課的時候 我已經講了英文版的版本 在我的YouTube上高是上載了 即是昨天早上已經上載了 現在我會錄製這個版本 Calculus for Beginners 會是中文版的版本 課程包括了什麼 即是微積分的Calculus 包括了幾個項目 我們會講 第一個就是微積分的介紹 什麼叫做微積分 什麼是Calculus 為什麼我們要有微積分 另外就是 鹹數和畫圖的方法 在第一課 我會教一個很簡單的畫圖方法 在第二課 我們會詳細些去畫不同的鹹數 即是不同的功能 我們會用圖表去表達那些 第三就是 我們會講鹹數的極限 我們會叫做Limitation 就是一個功能的Limit 很多時候我們學 數學的時候 很多的Terminology 即是很多專有名詞 都是用英文的 所以有時候我會夾雜著不同的英文 尤其是我們香港人 就會有英文和中文夾雜 一起去講數學 尤其是數學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 都會聽到什麼功能 另外就是第四課 第五課 就會講到微分和積分 第五課 delivative和積分 有些人讀delivative 你怎麼讀都不要緊 最重要是懂計算 什麼叫微分和積分 為什麼我們要計算 在我們的課程中 慢慢慢慢大家就知道 應該怎麼做 我其他的YouTube頻道 就是下一個網站 就是我的網站的Sort Form 你可以把這個網站 Copy 然後Paste到Bowser 你就可以看到我的YouTube頻道 我們繼續說 什麼叫微積分 第一課就是初階的微積分 第一課就是介紹 微積分是什麼 你看到這裡 我在網上的課 看到很多很複雜的數學 數學其實是否很複雜呢 看看你怎麼看 如果你了解了 元素的關係 你會發現數學比英文 比中文更簡單 當然 有些人不太了解 你會覺得非常複雜 這堆是什麼 我會慢慢在我的YouTube Channel 這個tutorial 慢慢讓大家熟悉 什麼叫做微積分 第一課 最主要要講解 就是我們需要是什麼 就是我們未開始的 唐上 即是這個微積分 這麼多的唐上 大家應該要留意 我們要有的是什麼 就是需要有些Graph 一會兒我會顯示 我們如何去畫一些簡單的Graph 我們如何由一條功能 變成它的Graph 我們需要有不同的筆 例如是紅色的筆 藍色的筆 或者是圓筆 我們去畫的Graph 亦都有一些白紙 我們需要很多不同的白紙 然後去畫 OK 但最重要當然不是這些 最重要是大家有心去學 以及一杯很漂亮的咖啡 有時候數學悶的時候 我們可以充滿咖啡喝一下 這是最重要的 你要有的 預備一些工具 首先我們畫Graph 我們有兩個方法 要是我們用紙筆去畫Graph 我稍後會介紹 如何用紙筆去畫Graph 另一個方法就是 我們可以上一個網址 你看到我給大家一個網址 在網上有很多網址的Web site 這是其中一個Web site 這個Web site 就可以去到一個網址 那個網址是甚麼 那個網址就是 這個網址來的 就是剛才的sort form 我去到那個Web site 你會看到這個網址 你可以打一個數學的功能 在這個位置 例如我想畫一個Graph 那個Graph 是x加4 x加4 Y等於x加4 或者functionalx等於x加4 你會看到這個是x加4 如果我想畫一個Graph 你只要在這裡打進去 然後按Enter 你會發現 又畫了那個Graph x加4 當然這個可以在另外一個功能 就是x加4 和另外一個功能 就是x的square 減2 假設 你可以在下面 然後按Enter 然後再按Enter 我便會畫了兩個Graph 這個就是圖表 x2-2 Square 是用這個符號 在這個軟件上 你就可以利用網上的軟件 除了這個Web site之外 當然有其他的Web site 亦可以幫你畫到很多不同的Graph 在讀微積分的時候 就非常有用 我暫時先把這個 另外 如果你說我不是 我真的想學數學 我真的想自己畫一個Graph 那又行不行呢 當然可以 我現在就 帶大家去另外一個畫面 這個畫面就是 我在CAMERA那裡 我裝了一個Webcam 在CAMERA那裡 我放了一張紙 你看到我放了一張紙 還有紙 還有我的手指 我會用一支筆 這支是鉛筆來的 大家看到一支鉛筆 或者是一些鉛筆 什麼鉛筆都可以 無所謂 有些鉛筆 有些鉛筆 我們畫的時候 我們用這些鉛筆去計算 我們用紙筆去計算 有個好處 每次都用電腦去計算 我們不容易記到 那些比例 尤其是我們初學 CALCULUS 有個Beginner 我們要學的時候 最好用紙筆去計算 計算起來 印象是比較深刻的 因為我們人類接受知識的時候 如果你的手又寫 腦又想事情 跟著眼睛又看著數學 腦的機會是大於你頭期 用了電腦 按了電腦掣 就幫你全部計算 當然 計算機方面 下幾課 我會教大家 如何利用不同的計算機 現在的手機很好 你可以下載一些計算機的APP 基本上好像有一個計算機一樣 你就不用浪費很多錢 才買一部很漂亮的計算機 主要學來做什麼 就是教大家去計算 微積分這些數 怎樣都好 除了指筆之外 也有一張 我們叫做Graph Paper 我們有一個Graph Paper 我們畫在Graph上 是比較容易的 當然 你在白紙上畫Graph 可以嗎 當然沒有問題 我也會教你怎麼做 剛才跟大家用過軟件 在Internet上 畫了一個Function的Graph 現在我會教大家用筆和紫 把Function的Graph 我們看看 如果用筆和紫 我應該怎麼做 假設我們有一個 的Function 就是fx 等於x-2 你看到 fx等於x-2 我們如何把fx等於x-2 可以把這個 畫成一個 類似的Table 然後 可以選擇兩份 上高就是x 下面就是fx 即是fx 然後我們選擇一些格子 這些格子 隨便你選擇多少都可以 你喜歡 我們由 負3 我們開始 如果x等於fx-3 y等於多少呢 y等於 把負3放進去 負3-2 就會變成 y是 加2 不如我們用 加2 負3加2 這個是負1 這個 如果是負2 負2加2是0 負1 這裡是1 0 這裡是2 如此類推 我們就把這些 數放進去 因為這一條 是一條 linear equation 我們叫做 線性的一個 函數 linear function 或者我們叫做 linear equation 你會發覺 我們只需要 2 point 即是兩點就夠了 我畫了一點 如果x等於1 y等於3 x等於2 y等於4 如此類推 我們就用這一組的數字 跟著我們畫一個 一個座標系統 假設這個座標系統 就是一條水平的線 和一條垂直的線 這裡形成一個角 這個角就會是90度的角 這個水平的線就是x 垂直的線就是fx 我們在水平的線 這邊的箭頭 我們畫過去 水平線上 我們畫一些刻度 我們憑手 憑的刻度差不多 我們畫一個1 2 3 4 5 這是刻度 中間這一點的交接點 就是0 無論x也好 fx也好 都是0 這個是-1 x走這邊 就是-1 -1 -2 -3 -4 這個fx走上 就是-1 -2 -3 -4 1 2 -3 -4 下面就是-1 -2 -3 -4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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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 -4 我們只需要把這兩點連繫在一起 形成一條銜數的一個Graph 我們叫做Port這個銜數的Graph 我們會寫回 通常我會這樣寫的 不是所有人都這樣寫 我會寫回箭嘴指字 這個是fx 是等於x加2 就畫成這條線 我們會做一個Graph 你會留意到我這個手畫的Graph 是有一個問題 問題是黑度的時候 我會說1,2,3 這個黑度 你看到這個闊度好像闊了 這個會令整個Graph 可能會歪掉 看起來就沒那麼漂亮 如果你想好一點的話 你就可以買一些Graph paper 你可以在文具譜買到Graph paper 我們就利用Graph paper 都是用fx等於x加2 我們試一下畫個Graph 這個Graph paper最大的優點是什麼呢 最大的優點就是 有這些線 根據這些線畫上來 就會比較準確 畫出來 這條垂直線也是一樣 找這些點作為一個垂直線 找這條垂直線下來 黑度就很明顯很容易黑 譬如我們這裡是2 這裡是4 中間這裡當然是3 中間這裡當然是1 1,2,3,4 很準確地去畫黑度在這裡 這個是for x 這個是for fx 我們畫回這裡是-1 -2 和-3 向上這個y就是2和4 也就是說這裡是1和3 1,2,3,4 這就是-1,2,3,4 如此類推 負1,負2 負2,負3,負4 在我們這個例子來說 就用不著 所以我也沒用 我們畫了黑度之後 我們也拿回這兩點 x是負2 y是0 就是這點 OK x是0 y是2 就是這點 將這兩點用一把間斜 你看到我這把間斜 就是有2字的間斜 什麼間斜都可以 總之是直的間斜就可以了 你不要用一些軟了的間斜就可以了 再畫這個出來 我們就可以 指這條線 告訴你 這個是一個 函數 fx 這個功能 是等於x x加2 的一個功能 我們就可以畫這個功能出來 你可以對比兩個圖 你對比這個圖 就是我們手畫一張白紙上的畫 如果你想省下白紙上的畫 都可以 拿回簡直讀這些黑度 畫出來就比較麻煩一點 接下來這個是Graph Paper 現成的Graph Paper 這張Graph Paper 你看到在文具譜有得賣 不過我不是在文具譜賣 我用Excel 這個軟件製作出來 我用Excel的軟件製作出來 你看到這個Graph Paper 所以大家都可以用Excel來製作 我找一個課堂 教大家如何用Excel 去做Graph Paper 無論你是做 Calculus 或者是Algebra 代數也好 你都可以用得著Graph Paper 我製作的期間 我給大家看一個失敗之狀 我用Excel來製作 第一張印出來 黑度是相當之大 太深色 太深色的時候 就算我上次畫了一條線 基本上我都看不到 所以這是一個失敗之狀 我先放開它 我用一個成功之狀 給大家看 即使用網上的軟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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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一條 Path 你可以打一條Path 即使用剛剛的 X加2的Path 打回X加2 你畫了一條Graph 這個就是X加2 也就是 和你 剛才我們看回 我用Graph Paper 畫的X加2 對比一下 其實是一樣的 不過它當然準確我們很多 因為有電腦去計算 但是不重要 我們盡量用手 去畫 用手去計算的時候 你就會比較有深刻的印象 我們開始 除了教大家畫Graph 畫Graph我們將會在 第二課 很詳細畫不同的Function 包括這三個學的銜度 Graph 我都會教大家畫的 在第一課的時候 最主要我想講給大家聽 關於 什麼叫做Calculus 什麼叫做微積分 為什麼我們要用微積分 這裡你會看到 微積分是包括了 我們幫我們去計算一些數 如果那些數是不停變化 我們就會用微積分 你會看回 在網上高 或者是很多人定義 什麼叫Calculus 的時候 一句說完 就是Changes 如果那個Value是不停的Changes 我們不可以用普通的代數 普通的數字去計算 我們一定要用微積分 這個方法 才可以計算得到 我們給大家一個例子 因為如果沒有例子的話 我講了那麼久 大家都不知道我講什麼 我們不如給大家一個例子 例子就是 假設 如果我駕駛 那一輛車每一個小時 走36kmh 即是36kmh 我駕駛了三個小時 我駕駛了三個小時 都是36kmh 沒有改變速度 沒有改變方向 然後我就會問你 究竟我走了多遠 三個小時之後 答案相當簡單 36乘比3 每個小時36kmh 現在走了3個小時 就是36乘比3 這個小學都會計算的一個數字 就是108kmh 108kmh 這個就是我們叫做 nice and easy very very easy 既然如果這個數字那麼容易的話 你需要不需要用微積分去計算 答案是 It's not need 你不需要用微積分去計算 因為中間沒有任何變化 微積分在這個場合 用不著 什麼時候用得著微積分呢 假設我們每小時36kmh 每小時36kmh 走了1小時後 我們發現 大件事 有塞車 有Trofic Jump 當我們有塞車的時候 我們的速度就會被迫減慢 因為太多車了 我們被迫減慢的速度 速度減慢到多少呢 減慢到3公里 每小時只有3公里 3公里基本上是 比你踩單車 甚至乎比行路 甚至乎比行路 基本上可以走3至4公里 3公里 所以3公里基本是 比行路慢 因為失車 所以 跟著那個小時 你只是走 每小時3公里 3kmh 然後過了一個小時 你會發現 很暢順 很暢順 你要怎樣做呢 你就 加快一點的速度 每小時 就走72公里 72kmh 我問你 經過這3個小時後 你究竟走多遠呢 因為你的車 走了多遠呢 這條數 不是好以上 很簡單 我應該怎樣去計算呢 你就需要用微積分去計算 在這個場合 微積分就能用得著 我們介紹了微積分 為什麼要用得著 或者我們再多一個例 讓大家更加了解微積分 假設你有一個氣球 一個Balloon 一個氣球 當你吹脹了氣球 有一個體積 那個體積就是Wallum 一個氣球 但氣球不是絕對圓的 但是在這裏 我們為了方便去計算 在數學上 有時候 我們去Assume 一些問題 我們叫Assumption 我們就Assume 假設 那個氣球 是一個Speed 是比較圓的 當我們假設它圓的時候 我們計算體積是比較簡單的 我們將它簡單化 慢慢 當然可以把它複雜化 讓大家可以計算得到 但是當然 開始的時候 介紹微積分的時候 我盡量不要用太複雜 否則大家就不知道 我在說什麼 你看到 這個Equation 它的公式 就是 V 就是Wallum 體積 等於 4除以3 就是3分之4的 Pi R² Pi是一個常數 我們叫做Constant Pi就是3.141592654 一個常數 一個除不准的數 其實這個數是22除不准的 你將22除不准的 你將22除不准的 你發覺是隨不准的 這個數就叫做Pi 我叫做圓周率 Pi Pi乘比R R就是那個氣球 我們假設氣球是圓的 那個氣球的半徑 就是3次方 形成了氣球的體積 有什麼關係呢 如果氣球是 洩氣 體積就越來越小 根據某些時間 根據時間過了的時候 體積就越來越小 就形成了這個氣球 和體 和時間 就是氣球的體積和時間 是有所關係的 我們叫做Wallum It is a function of t 而是 function of 時間 我們就會形成 那個速度 你看到下面的速度 dvdt 這個就是速度 氣球的體積的速度 減低的速度 是dvdt 還有半徑的速度 半徑的速度 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就需要計算 這條 equation 你看見的equation 你都害怕 你看起來 非常之複雜的equation 其實就是我們需要用微積分 去計算出來 這條數我們需要用微分去計算 所以當大家明白了 Calculus 其實是一些 處理 不停變化的一個數字 然後計算出來 我們就需要用到Calculus 你會發覺Calculus很深 原因就是 為什麼我們要讀Calculus 就是因為你發覺很深 所以 根據這些課堂之後 大家 去了解Calculus 你就會發覺 不是太深 我都會計算 就是這個原因 Calculus 即微積分裡面 是有很多工具 去幫我們 去處理一些 變化的 那些工具包括了 三個重要的Calculus 一個工具 我們叫做Methodology 其中的Method 其中的Method 就是計算 Function的Limitation 極限 另外一個就是 Delivative Delivative 就是計算微分 我們叫微分 就是這條的色 我們把Function 是 Dx Gx ByDx 我們叫做微分 另外Integration 就是一個積分 就是這個 Integrate 我們Integrate Hx 的Function 就是 Dx 這個就是Integration 這三個是微積分 Calculus 最重要的三個 Method 大家要學會這三個Method 之後 你會發覺 很多在 微積分 處理的問題 你會較容易 了解 和懂得怎麼計算 下面有一個定義 什麼叫微分 什麼叫積分 下面有一個定義 這個定義是相當清晰的 就是Limit 就是當 x 去到某個Value 我們叫做 turn to 某個Value Approach 某個Value 這個Function Fx的Function 就是Approach 一個極限 去過不了 極限 我們稱為Limit Delivative 就是 我們要計算一些 Changing 的時候 我們會用 Delivative 例如計算一條 曲線的 曲線的斜律 我們稱為Sloop 我們需要用Delivative 去計算 Integration 就是我們計算的 曲線 下面的 Area 我們需要用Integration 去計算 這個就是 微積分裏面的 三個重要的部分 第一課 我先講到這裡 因為第二課 我才開始介紹 Basic Reveals of Functions 和Graph 詳細說 不同的Graph 畫法是怎樣 我會用電腦的軟件 去畫 和用手去畫 讓大家知道 用手畫 和用電腦軟件 去畫 有什麼分別 今課就講到這裡 Adio Hasta Luego Bye Bye 再會